炎炎夏日 游泳是避暑的好選擇 夏天泡在水裡悠悠自在 一般游泳指的是在水面上換氣 潛泳則是潛在水底下做游泳動作 在水面上我們可以做換氣 所以一旦比如說嗆水或者是抽筋 我們可以馬上呼吸 但是在潛泳如果深度越深 自然危險性就越高 潛泳危險性略高 要衡量自身狀況 原本就有一些心肺功能 疾患的一些患者 他本身可能就不是很適合 去做這樣的一個運動 潛泳時隨時留意自己的體能 只要你有感覺任何的不舒服 那下一步動作就是盡快 盡快地要恢復到上岸的一個動作 可能會有一些胸悶 有的人可能會頭痛 或是有一些耳膜不適的一個狀況 不小心在水底嗆水怎麼辦 重點是穩住情緒 我現在嗆到水 我不能緊張不可以 惡心喜歡再繼續把水吸進來 就是憋住往上 盡量往水面移動 然後到水面上呼吸以後 再做一個水中自救的動作 保護自己 下水前多做讓身體活動度變大的動作 暖身萬萬不能少 大愛新聞 黃紫林 奧昂關窺 台中報導